各位观众,表演这个 我说,李嘉聪,你现在玩什么? 我没有,我玩了这个TrackGPT 我现在很流行那个,但不是美国才用到的吗? 对啊,不过我唯有ServeSup VPN ServeSup VPN是世上发展最快的return品牌之一 只要用了ServeSup VPN,就可以完成网络跨区 不只可以用TrackGPT,你去旅行之前用ServeSup VPN 还可以免受价格歧视 避免对航班、租车、住宿和其他网站进行价格差异 买不会被监察,追踪和储存你任何线上操作 而且这个账户就可以连接所有的装置 现在输入了这个狗的扣告这份 立即有17折,即83%欧 还有永费享受三句的额外折扣 只要用了ServeSup VPN,你说你在冰里面都可以 这么划算啊? Yo,大家好,终于来到我们这个法基大鲁场了 终于我产后复出第一条阿法的影片 没错啦,由于这个Lobby,我们就做一些高难度的东西 是呀,这个算是高难度的 其实肉饼有些人都觉得是挺难做的 我没做过,但是我有听过 嘟肉饼的声音 不不不不不不不 OK,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呢? 特别一点的,我们不用嘟了镜 那我们就买了一些蜘蛛肉,一些鲫鱼肉 拌均匀的,是真的可以这样的,你看了是 我看Ricky的影片,他说这个懒人做法 对啦,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呢 不是肉饼那么简单,加顿喊布包 哦,上市啦,我们公司又来了 没错啦,我们出新产品就是 肉饼太阳蛋Burger 有没有吃过Burger和太阳蛋? 没有 有没有吃过肉饼Burger? 没有 有没有吃过肉饼呢? 有 平时肉饼都是用猪肉的嘛 但是今天的肉饼呢,加上鲫鱼肉 猪和鱼 鱼猪鱼 鱼猪鱼寶 是呀,是呀,好呀,好呀,好呀 它的比例就是说要是 鱼肉的份量,要是猪肉的一半 你打算是精准还是用眼睛就算了? 两次 我们要有两份猪肉,一份鱼肉 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2比1 好呀 咸咸咸,尝不尝呢? OK,那这些鱼肉呢,就是土油来的 看下Wiki先生呢 她说不要浸 只洗就行了 她说洗一洗它 因为浸泡很容易浸到没有了香味 哦 而且要滚起它的嘴和眼珠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洗好了 我们就应该把它再剪碎 这个正常应该好吃的 如果不好吃呢,就不关事 因为我们上网看计划 平时蒸肉饼我最喜欢吃的是 咸蛋粥饼饼 哦,咸蛋也很棒 剩下的肉饼可以研究几样东西 因为我看到有肚油,冬菇,马蹄 其实我们要研究一些特别的肉饼 对 蟹柳蒸肉饼 芝果啤梨蒸肉饼呢? 我们试试随一点,好吗? 就像这样 对 让它吃的时候有点惊喜 我们现在就要拌均匀 晚点我们就要加一些酱 好像就用来辟味的酱 有感觉,有感觉 我感觉到,开始融为一体 肉和那个 对 我已经不再是FY打了 你的手指公和薑差不多 我都怕刮错了 我的手指公已经是多灾多难了 应该那些懂得煮的食材 到底要切薑呢? 我觉得我们很傻 不要介意,懂得煮的食材 看到这些 这个是实验的频道 我们不是主食频道 不是专业 没错没错 在剪头发 想不到我们卡在这里 已经很厉害地买了一些 免治猪肉 什么都很方便 结果坏了在乌姜那里 都可以,我们很少而已 是吗? 是吗? 我认为我们吃的时候会分辨的 究竟是薑破坏了还是什么 各位观众 表演这个 是吗? 好了,我们现在就 来了 开火 中火 热锅落油 它要淋一点油 是啊 好像很傻 它这么大一只手淋的油 那我做助手 你做主持 煎东西很强 分钟我们压点它一点 总之我没有白那么迷 不怕的OK 没有 我觉得 它还没什么 咦? 咦? 没火 没火 喂! 没火 喂! 喂! 烧了 煎到一半 什么? 好像黏了底 是吗? 但是给它一些时间 我有信心 相信我 正常有些油在下面 它会将锅和食物隔开 等下面熟了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没有黏 好像好一点 是啊,你相信我吧 我专业的 行不行? 有没有? 哎呀,再点一会 我免得硬 我说了这么多东西 结果不是黏底 那是锅的问题 其实我是Chu Ting 来来来来 Cold up 是没有黏底的 哇! 哇! 又说主要训练? 主要训练也会痛的 我不怕 不怕说不怕 痛还是痛 我来来 我来来 其实挺香的 其实很香 你没说你没说 薑太大粒 我想我们吃的就会分到的 究竟是薑破坏了 还是什么 好像淡了一点 淡了一点 松了一点 很香 是吗? 你也够到薑吧 但是那如何? 还好 没什么味道吗? 淡淡的 是,Juice Ellison吃的清淡 我觉得加上芝士应应该会好一点 但不怕 我们现在就试试 组装这个Burga 很好味 它就像一个没味的Burga 应该试一个没有蕃茄 没有菜 榨肉饼 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 吃下去就跟普通Burga分别不大 煎蛋 哦 那这就是Burga 太阳蛋 肉饼 不用加其他东西 我试一个纯粹的肉饼包 这样反而特别一点 这个肉饼算淡的味道 给了什么番茄 芝士 都会强烈的味道 这个是韩国吃法 嗯 还可以 菜肉包 嗯 好 那我们改良之后 决定这些菜 番茄这些都是不适合我们的 现在我们Norffy 就重新调整这肉饼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压实一点 会不会吃到它的口感 会比较确实一点 是 我感觉到今次变得猛 一会再加两只饼 哇 还可以了 没有加好饼饼 行不行 OK 没问题 各位观众 没有粘体 看到吗 哇 哇 OH MY GOD 金黄啊 那其实关火后 刚刚是吗 我忘记了 教中火 这次完全不怕黏 对啊 而且这次的颜色 颜色好多 是啊 太阳蛋怎样会比较好 你先打到碗里 然后在这里放进去 这样就会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 对 我刚刚那个样子 真的不同 我多数起来都会学的 喂 你的油会很热的 你的油会很热的 这样就会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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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烈发 炸蛋啊 你变了 哇 这个热热 应该会不得了 那个蛋 很好吃啊 哇 是不是好吃啊 嗯 荷包蛋 我觉得是要煎到这样 哇 这个菜真的好吃 这蛋 升起来 嗯 肉饼也好吃 嗯 哇 口不太大 这蛋 是不是煎得很好 卡得正还是煎得正啊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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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蛋了 是吗 有味 怎么样 Ason 很好吃 我吃吧 是不是啊 是嗎? 我一吃就知道蜜蜜出去了哪裏 是,Chi Ting說,喂,沒有加蛋 但蛋也是我叫你買的 煎見之明,怎樣?波波 OK的,但是味道不夠濃 不夠濃嗎? 對,這個就是餅本身的調味 可能沒有調味 Chi Ting要加芝士,堅持 現在是鯪魚芝士蛋 好吃 這個鯪魚好吃 我不吃鯪魚餅,我覺得這個沒有蔥 芝士也好吃,鯪魚也好吃,蛋也好吃 好吃,好吃 這個鯪魚好多 好吃很多嗎? 好吃 這塊芝士跟鯪魚就出奇地夾 對,所以我覺得芝士一定要燒 那我知道我們下一個是什麼 芝士鯪魚Burger Let's go 天才 美食發明家 Lobby Yeah 好了,現在我們新產品 雙層芝士 芝士,鯪魚,肉餅 驚世巨狀 很害怕 吃東西 我弄到你了 你丟下去了 火候掌刻得不錯 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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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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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如何?整體 我不太喜歡吃雞 咬不到一齊 我覺得如果是,就薄一點 問題是我們肉餅和魚餅不是平均 對 對 就好像一開始好吃一點 真的沒有鯪魚 我覺得要分開 一個就是太陽蛋肉餅Burger 一個就是鯪魚芝士Burger 好,今天我們這個肉餅Burger 我想說是有驚喜 其實是有的 我還在想賣多少錢 我想其實這些 加上我們的心機 起碼都500元一個 這些 平民化一點 買兩個可以 每天買兩個 一天就買兩個包 送可樂 可以 但我覺得很棒 整體 我猜不到是這麼好吃 有驚喜 還有我們一開始太巡規道具 打算跟著一些Burger 有什麼生菜、番茄 完全不需要 還有這個方法 我們現在煎一煎香 又沒有那麼散的感覺 對 Ricky先生的食物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我們這次唯一不好 就是加少了一些肚油 所以我們整程都吃不到 完全沒有肚油的味道 我們吃到薑味 那影片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研究其他不同的組合 我們剛剛有很多想法 很想做什麼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 提議 都不用告訴我 因為我有很多想法 謝謝大家 再見 拜拜